总奖金台币100万元的2020 ThreeBone花莲挑战赛 首度遗失花莲17-18号两天在花莲高尔夫球俱乐部 举行两回合36栋赛程 107位职业选手和9位业务选手 角逐冠军奖杯和冠军奖金15万元 总奖金台币100万元的2020 ThreeBone花莲挑战赛 17-18日两天在花莲高尔夫俱乐部 举行两回合36栋赛程 共有107位职业选手及9位业务选手 参加角逐冠军奖杯与奖金15万元 花莲天气高温炎热 选手挥汗又挥感 在艳阳下奋战 非常感谢树立共公司坚重社长 以及我们台湾PGA的县市长的大力支持 让这场台湾PGA挑战赛 每年多人如其的几蛋 也让我们国内的这些年轻选手 能够借由这场赛事不断的学习磨练 而累积更多的实战经验 虽然说到疫情的比赛 我们今年的比赛有减少的几场的比赛 但是我们还是很积极的在找一些赞助商 希望我们之后能有更多的比赛 也希望选手能够再接再厉打出更好的成绩来 谢谢TPGA把3BON的赛事办到花蓮球场 才让花蓮这边的乡亲及球友 机会见识到选手精湛的球技 谢谢你们来到花蓮这个地方 花蓮县近几年在各界人士努力的推展扎根运动 其实高尔夫在这些人士的推展扎根运动当中 真的需要一些拔根的运动 那比赛就是一个拔根的运动 我在想如果扎根加上拔根 会把我们的高尔夫发展得更好 这是我在这边对这个高尔夫产列的起义 这场赛事由3BON与TPGA主办 花蓮高尔夫球场协办 也是在疫情趋缓后 TP挑战巡回赛首次移世花蓮球场 16岁业余选手成绩群奋力打出71赶 以两回合地域标准赶2赶的142赶 赢得业余主冠军 24岁的黄崎则打出地域标准赶3赶的69赶 以两回合总赶地域标准赶7赶的137赶 睽違三年后再度夺冠 致迟的时候更应有赶去年历经低潮 仍不住哽咽落泪 记者讲方言华林市报导